最後和您討論的是阿居樂3383 發了一個刑警 預期中期將綠德股東英佔入利 介乎23億至26億人民幣 較去年同期有一個50%至56%的倒退 但見到股價現在能夠逆市做好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不過升幅被早段大幅收窄 我知道你也是從基本面或長線而言 你就是不看好的 不過見到有時內房或物館相關的股份 其實見到出了一些大家預期不太好的數據 或者是刑警的時候 但又沒有大家預期那麼差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一個上升的情況 那你覺得短炒的時候 又可不可以有部份考慮一下 其實嚴格來說我不敢說是不看好的 我嚴格來說是不懂得看 不懂得看和不看號是兩件事 至於為什麼不懂得看呢 或者看不到 過去半年用了很多私藝港 很多問題就是表外負債 下居落你看業績上很多大行在說的 這一年內房股會面臨這30年來 就是業績最差的一段時間 因為已經開始沒有人有信心買樓 無力率日要下跌 很多表外負債進回來了 或者說很多負債都仍然是繼續上升 所以就算說LPR幫助成都不大 假居落在內房未爆的時候 其實是三條路線 但這些三條路線 三條路線都見現在沒有人說 因為這樣意義指標不大 為什麼意義指標不大呢 就是因為表外負債 很多時候很多負債問題放在資產負債表內 我們看資產負債表內 就有三條路線 所以暫時來講 現在內房處一個問題就是分析不到 分析不到就是不代表沒有人去炒 你問短線去炒 升了上來去墜 問題就是難定指示位 但如果阿居落現在不算升很多 近期最低位都是2.3的水平 所以問題就是如果你要短炒 有2.3指示 你便拼它 嘗試拼多一點 拼到2.7、2.8 直播率升上來的時候 是很一般 其實你看到過去一個星期 就是內房 我們拍深厚保證 就是幫一些內房企業發展 的確好像亞居落 龍湖地產 碧桂園那些低位 但不少上來 但類比過去一個月的跌幅上面 連不足道 這個不代表沒有事 所以我覺得特別對於跟車不貼的投資者 或者你講的 你還需要消化我講些什麼 或者你不太明白就不要去碰 現在這個真是一個最高風險的股份 你想想 等於金融市場上 你要去做一些很高風險的衍生工具 你都要聽完一大堆說明 金管局或者證監才會讓你去做 等於有人銀行銷售那些相關產品 同樣道理 你如果這一刻去買內房企業 你要想很多很多東西 就不是說我去告訴你買 就等於買 現在這一刻內房企業 結果論得兩個 一是爆一是不爆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抱著這種心態 跟他賭場賭錢買大小 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沒必要這樣做 甚至買大小的EV更加高 因為你唯一輸就是輸為食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內房企業上 對於一般投資者來說 我真的不太建議去碰 特別去碰這些 比較大問題的內房企業 相反地 如果你炒上落 繼續炒688 109那些 現在在低位上博分 如果你強行要定一些低位 來做支援 我寧願去補一些大值的內房企業 但是暫時這個市況 在目前成家這麼低的情況 我覺得還不是一個很好的出手司機